嗨各位小财神今天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资产配置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应该是近期的影片里面算是比较坚涩一点 困难度比较高的 那当然这个东西会关系到你将来就是怎么在面对股市的这个波动 那你是否有可能会有防御性的这个部分 那我今天就是打算要用一些图表的部分来跟大家聊聊 然后也跟大家知道说宝可梦最近的资产配置是怎么一回事 那将来我预期比如说20年后退休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这支影片呢值得你就是很认真的一起来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你对资产配置这样的概念还是非常不熟悉的话呢 这支影片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你 好我们往下走 来OK好什么是资产配置 好那今天的这个主题版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会跟你讲一下资产配置的概念 第二个就是我的这个资产配置的比重 好会跟你分享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美股的投资竞赛 如果你想要参加活动的话非常欢迎你就是来参加 我准备了一万块钱了要来送大家 那当然如果大家参加很踊跃 这个绩效很好我当然可以再加加码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基本上就是泡转一遇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认真的来学习就是如何靠这个所谓的资产呢 为你就是比如说第二个分身 你有100万你有300万 然后让看这些钱呢 然后为你就是钱滚钱利滚利 我觉得这是对于将来的我们都会比较轻松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往下走 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到底什么是资产配置 其实我觉得到底谁需要资产配置 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 因为我们如果想要靠投资来获利的部分的话 就两种嘛 一个是主动投资一个是被动投资 那主动投资我个人觉得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一家公司 我们贸然的去买这个公司 比如说我们听信名牌或者是证件音乐员 就打电话叫我们来买 在你完全不了解就是这一档股票的当下 你要进行这个买进的决定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冒险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参与股市的成长 有没有一些比较轻松的方式 或者是说不需要常常盯盘 或者是不需要买进卖出买进卖出 这种做法的话 其实我觉得资产配置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好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用这个图表的方式来跟大家就是一起模拟 应该是说现在是10月份嘛 那我们就从2020年的1月份走到9月份 就是这9个月的部分如果我们用资产配置来做的话 到底会对我们的投资会不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效果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好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资产配置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你如果是用简单的 比如说股票跟债券来做这个搭配的部分的话 其实在整个股市下跌的部分 那么你的债券的部分就可以做到所谓的防御的效果 不会说让你整个跌的那么惨 好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比较保守的话 那你自己本身在这个债券部分部位就可以多一点 那到底要拉怎样的比例的话呢 我觉得有一个参考值就是 你的年纪就是你的债券比例 好比如说我现在35岁 所以我的债券比例最好是放35% 那剩下的65% 你可以放在攻击性的这个股票的部分 好那这样子搭配的话呢 基本上比较 风险比较低一点 好那总比你100%完全都放在个股 那你所承受的风险当然比起来要在低一点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钱 就是因为市场的波动而大额的亏损 所以我觉得用适当的这个资产配置的比例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去减速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冲击的部分 那当然之前有介绍过这个什么富邦奈米投 其实它也是一样 就是说它使用的是各种不同种类的ETF 来帮大家做一个所谓的完整的搭配 那如果你自己要前进每股 自己比如说你用风存股来做 这个资产配置的部分 那你就真的要自己去拿捏这个比例 那就不是靠那个机器人 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做了 这个就是你自己要人工去做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认知这个资产配置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除了交给别人做之外 你要自己操控 你自己操控的话 就是要自己每年去抓这个比例 然后来做调整这样子 好我们赶快来看我们的 接下来的这个重点 好来我们用图表实测给你看 那我在这边的话呢 我是自己就是拉表格去计算了 6个不同的情况 然后是以100万元 然后在2020年的1月投资到9月 那你就是一个我们现在10月份 所以10月份的部分还没有投进去 所以10月份你就会保留 就是大概是10万元的资金 那你分10次投一次就是投10万块吧 投10次就100万 所以是90万的部分都已经在市场上面了 那在这种每个月投资10万块钱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们来看一看 那第一个表格的话 我要跟大家测试的是 我们都知道其实 债券的部分它可以起到防御的效果 所以我就试着每一个月投10万台币 那你换送过来就是3333美金 再买BND这一档 那BND的话它其实 在美国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全指数型的这个债券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个公债的搭配的话 其实你BND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还有一些不同的 这个选择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文章都有解释这样子 那以BND为例的话呢 你可以看就是它其实在年初的话 它是83.98 然后在三月份股灾开始的时候 它有稍微上扬到86 那到后来的话 其实我最近一直往上走了 到九月份到上个月它还是88 所以我觉得公债的部分的话 其实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COVID-19的影响其实比较低 所以你每个月投资10万台币的部分 你可以买到的都是三四几三十几 那你连续九个月下来 你的位置大概就是345左右 那包括这个股利的部分 我也把它计算在下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赚到282块美金 那总统统来讲的话 你如果到九月底 你来结算你的账户余额是 1021917元 也就是说你只买公债的部分 你没有亏钱哦 你还赚多少 21000块钱 好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是一个很保守的人的话 你100%放在公债 其实你是不会亏钱的 好 那这个2%就差不多是通膨啦 然后可能就被吃掉了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状况 就是如果你100%资金 全部都放在公债的部分 那除了公债之外 你有没有就是什么其他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美国经济成长 所以你就可以买这个全市场指数 是股票的部分 那这边我实测的代表 就是SPY 我们来看一下 SPY这边的话呢 这个 它是追踪SP500的这个指数 就是美国前五大 前五百大这个公司 所组成的这个 这个指数型基金 那从1月份开始到9月份 也是每个月头10万台币 大概是3333美金左右 那我美金的汇率以30比1 算比较简单一点 那它是 其实股票它的波动就比较大 你看1月份的话 它是321.73美金 但是它到3月份的时候 掉到了257 它瞬间掉了70 所以就大概掉了接近20%左右 就腰斩了 所以3月份其实真的是一个 蛮严重的时刻 就是全球性的这个下跌 所以大家都有点恐慌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每个月持续的购买 其实你在3月份 你买到的单位数会比较多 就会来到12个单位左右 那这样一去下来的话 其实你看大概在5月份 6月份它就已经回稳了 就回到300多了 所以到现在334又是 比今年年初又再更高了 所以在这种操作模式之下呢 你的报酬率是多少 你看最下面 就是到9月底的余额是1087580 就是8.7%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我觉得比公债还要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在做配置或者是买商品的话 不要就是单一去压这个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标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风险其实很高 但是你看哦 如果你单买这个SP500你可以拿到8.7% 你如果单买债券是只有2% 那如果来做混搭的话呢 你的结果会怎样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介绍 那除了美股的这个债券跟股票之外 我还要再介绍一档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产品 就是台湾股市的代表 就是0050 我们来看看0050 它如果你用这种投资策略 从1月买到9月 你的成效会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 100%投入0050 从1月份每个月投10万美金买这个标的 那它月初它是89.95 它到3月份的时候你可以看哦 它就掉到76 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个15%的跌幅吧 跌了不少 所以这部分的话其实你持续买的话 你买的单位数其实反而是最高的 1313左右 那持续买买到9月底 你总共累积的股数是9.9张 大概就是10张股票的意思啦 因为现在一张也是10万块 还蛮贵的 好 好来 那你最后的投资报酬意思多少 因为它这段时间里面 一月份跟好像六月份 它有各发一次鼓励 这个鼓励我把它算在下面 好 再把它加进来之后呢 你的总报酬率是13% 哇 这个其实是超越美股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股市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你只是很单纯的买进 并且持有 然后只是不断的投入而已 它这个单位数 其实居然也不低 然后它所产生的这个 所谓的 本金价利息的效应 居然有1132180元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 以这三个数字来比的话 其实你看 2% 9% 13% 那你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就买台股就好 但当然这也不一定 因为 我们 为什么 我们的台股的表现 这么强劲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 它其实那个时候有暴冲 所以它的那个 把整个0050的成分股 现在就占到四成左右 所以那个 那个整个就往上拉起来了 但是 我们不要事后诸葛 我们不能看后照镜开车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的 比如说单一个股的投资 单一个ETF的投资 它所做出来的绩效 大概是